在贴赛罗尼加的前书写成不久之后 保罗写了贴赛罗尼加后书 在这封书信当中 他继续阐释他在前书铺陈的许多主要的观念 保罗和他的宣教伙伴感谢神 因为贴赛罗尼加信徒对于基督的信心和彼此相爱的心与日俱增 而他们面对逼迫和患难仍然坚定不已 迫切等待基督降临 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 又要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 那么对于生活在如今的我们呢 我们是否相信基督会再来呢 而基督再来的消息 当很确定的时候 又对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盼望我们可以透过贴赛罗尼加后书第一章的信息 学习当时信徒面对苦难却不动摇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